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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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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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脑 哪里啊 我就认电脑 还有脑 你不是说我没有一个吗在哪啊 我先不管那个 我先给你把他画的脑子 咦 狗狗来了 哈喽 哈喽哥哥 哈喽Edson 你好老师 你好 你叫彭比 老师好 我叫菲比 菲比 sorry 菲比 你很美味 我们今天来看啊 你们尽量不要在这个屏幕上 老师可能会的话 就 老师看 弄得真漂亮 烤完一个陶瓷 再往里点点颜料 墨色 它一下就晕开了 然后呢通过烘焙 这个颜色就不会再掉了 你吃饭的时候有多快 够了小心发了再做 别弄丢啊别弄掉 老师他做的吃的好 好了好多呢 好了好多呢 黑色已经全部没有了 软化成这样非常漂亮的白色 而且颜料的颜色也完全固定住了 大家看到画面上那个雪青的颜色 实际上在经过第二次烧纸之后呢 会变成深蓝颜色 非常好看 接下来这个步骤呢 就是给碗底上蜡 上完蜡之后 就是再上柚 我上的这个柚 是透明色的柚 完全保持住了硬花的色彩 上完柚之后呢 再经过最后的烧纸 这个碗就做成了 所以我们今天都会换的 花子 超纹色的 外美食的人呢都外美气 所以虽然这期的节目 跟以往有所不同 也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刚才老师带着大家 稍微的看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 一个青花石的 一个烧制的过程 那么现在呢 请大家准备一下 老师现在桌面上的东西 有一个保鲜膜 谁踩 谁踩 老师 谁踩纸 我还不知道 保鲜膜 一会儿让爸爸拿给你 保鲜膜给你 老师啊 保鲜膜是多大呢 你的纸像老师这么大 保鲜膜尽量宽一点 能够盖住这个纸 好吗 这个保鲜膜 对 保鲜膜干什么呀 我们的保鲜膜 我还稍微宽一点 稍微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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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要用这个纸面 一张大的保鲜膜就够用了 我们用一张大一点的保鲜膜 然后平整的放在旁边啊 平整的把它放在旁边 新进来的同学可以准备一下啊 一张水彩纸 然后呢 一张这个素描纸 然后呢 再加上保鲜膜 老公来 我要保鲜膜 把它定了 那没事吗 帮大家静音一下啊 大家如果有问题 随时I'm mute自己 来问老师 Hello Jeremy Hello Sophie Evan来了啊 Evan上节课那个起毛啊 画画手起毛 老师后来想了一下啊 可能是因为就是 但是太多了 对 太多了 读了太多次 可能它就容易起毛啊 OK 我们今天没有就是 图特别多 特别重的这种部分啊 所以今天应该不会再起毛了啊 好 大家准备一下这些东西啊 等一下呢 老师要给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画的那种是什么 嗯 好 OK 你准备好了 诶 如果大家准备好啊 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纸的四周啊 或者你是四个角也可以啊 你粘一下 不用了 画画的时候它很容易就翘起来了 我们的纸柜 往上弯啊 翘起来 就比较麻烦 我贴东西了 哇 我的肘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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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呀 笑笑 把保鲜膜 我现在要出口 把保鲜膜放在这里 尽量不要让保鲜膜打褶啊 让它稍微的展开一些 哎 好准OK 好准这张纸好大哈 我们今天 当你的纸很大的时候同学们 如果你的纸很大 请把保鲜膜的色大一点 啊 那保鲜膜也大一点 啊 那保鲜膜也大一点 我们是一张大一点的保鲜膜啊 啊 好 其实只需要准备一下保鲜膜就可以了啊 OK 今天我们要换 其次的吧 OK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感觉差不多了啊 Sonia准备好了吗 你的大的保鲜膜 OK Sophie也准备好了啊 Sophie的背景我很喜欢啊 蓝天白云的 漂亮 OK Charles也准备好了 Charles这个保鲜膜啊 不要皱啊 对把它铺平放在旁边就可以了啊 拿着笔压住它啊 OK 好 那么现在呢 老师呢 大家可以I-mute一下自己 我们彼此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今天看来看样子有很多新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啊 大家可以I-mute自己 打个招呼好不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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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这个是吧 好 欢迎你们啊 欢迎你们又来到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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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朋友来了啊 OK 好 老师帮大家一起啊 稍微-mute一下啊 然后呢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直接I-mute自己 然后来问一下老师啊 比如说 我哪怕不太清楚 不太会画的时候 我准备的材料是不是有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来问老师 那现在呢 老师切一下自己的屏幕啊 OK 那现在呢 大家可以在老师的这个电脑上呀 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瓷器啊 有这样的一个瓷器 这样的瓷器就叫做金花瓷啊 金花瓷的特点呢 就是白底 蓝花 有的甚至是蓝底白花啊 就是蓝色为主 蓝色的花纹 花样为主 然后白色的右底 为一个铺垫 有这样的一个 两个颜色的组合 形成了一个瓷器 那瓷器当中呢 其实有很多种 我们家里吃饭的盘子呀 碗呀 都是瓷器 但是青花瓷 属于比较上等的那种瓷釉啊 它的画面非常的精致 漂亮 以蓝色为主 我们看一看啊 大概浏览一下 今天老师带大家 做一个小青花瓷 但是里面的样式 它的形状 完全是大家可以自己来设计啊 你可以设计一个下面胖胖的 这种的青花瓷 也可以设计一个这种脖子长长的瓷器 可能你也可能我想 我就想设计一个这种像小笔筒一样的 各种各样的 有什么 青花瓷的图案有什么呢 比如说有梅花 牡丹花 还有一些龙啊 凤啊 很多很多 包括一些古代的这些小故事在上面啊 那这些呢 大概就是青花瓷的一些基本样式啊 还有这种圆圆胖胖的啊 还有这种长得非常苗条 非常苗条的啊 大家喜欢什么样呢 你就把你的青花瓷勾勒成什么样 都可以啊 没问题 好 那么现在老师切回来一下啊 ok 老师切回来一下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呢 老师为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小的水彩画啊 非常的简单 我相信朋友们都可以来完成啊 就是我会选一个小瓷器 一个形状 像一个花瓶一样啊 然后呢 我会在他的背后画一些简单的花纹 你把你喜欢的颜色的花都放上去 然后用一根藤条呢 把它们联系起来啊 总的来说呢 并不是特别的难啊 然后上面的花纹呢 我们就要采用我们的这个plastic来制作啊 如果大家准备好呢 请拿出你的铅笔啊 大家可以拿出你的铅笔 一起跟老师进行一个初步的 先关于这个 我们总要先画一个花瓶 从一个花瓶开始啊 想想怎么把这个花瓶先确定下来 当我们来画这个花瓶的时候呢 老师有一个小要求啊 大家不要把花瓶呢 画的太小了啊 尽量画大一点 OK 老师的花瓶呢 占我整个画面的比较大的面积啊 大家千万不要画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小花瓶 在这里啊 画大一点 OK 有没有get到哦 画一个大一点的花瓶啊 无论你是想画一个胖胖的 还是瘦瘦的 都可以 但是要把它撑满这个画面啊 举个例子啊 我会把我的花瓶的瓶口 画在这里 然后瓶底呢 我要画在这里 我至少要画这么大的一个瓶子啊 千万不要画太小哦 同学们 画大一点啊 我最上面我的瓶口 要高一点 我的瓶底 到这里 我要至少要画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小青花瓶的瓶子 来 我们现在就开始设计啊 你想画什么样的瓶子呢 都可以 咱们就画一个瓶口的 老师啊 比较boring啊 老师就画自己准备好的这个 那我看看有没有小朋友啊 有一个特别好的设计思路啊 可以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瓶子 大家画这个瓶子的时候呢 也是跟老师以前的要求一样啊 不要画的这个铅笔 不要画太重 请大家铅笔啊 轻一点啊 轻一点点 而且尽量少用橡皮啊 尽量少用橡皮啊 OK 我画的很轻啊 我希望大家也能画的 轻轻的画一个印子就可以了啊 不要用的铅笔 狠狠的在纸上画哦 要轻轻的画啊 下笔呢 要轻一点 手劲不要太大 嗯 Engie ok吗 Engie ok好 轻轻的画哈 好 大家简单的画一个 轻轻的画一个啊 小瓶子 画好了小瓶子 哎 老师就继续 我老师看看大家有没有画好小瓶子啊 Evan已经画好了啊 OK Evan 这个大小是可以的啊 可以 OK Sonia也还可以啊 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画太小哦 稍微大一点哈 OK Engie也画好了 略小哈 还可以 哦 格格的这个很好啊 格格的这个不错 大小宽窄都蛮不错的啊 你想想你现在画的瓶子呢 等一下可能啊 就是你会把家里的花插进去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瓶子去插花呢 你就画一个什么样的啊 哦 Jeremy也画好了 哎 不错哦 还不错啊 大小不错啊 OK 还有一个大的瓶口 OK 好 看到大家画的差不多了啊 画完瓶子的同学啊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Steven OK Nelson OK Good 一万又改了一改是吧 可以 哦 我们的画画呢 嗯 画的时候啊 你看老师把这个瓶子呢 放在了正中间 那有的同学呢 画的可能靠左边 有的靠右边 啊 那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们还会画一些小花 来平衡 这张画的构图 啊 如果你画的靠左了 你在右边多画几多小花 画的大一点 如果你靠右了 你的瓶子靠右了 在左边画一点花 或者是这种啊 枝条啊 让他把这个平衡啊 画面的平衡补充一下 左面的东西和右面的东西啊 差不多多 好 那现在呢 让老师画一个S 大家注意啊 哎 画一个S 从这个瓶子身后 穿过来 哎 我给大家提高一点啊 老师画了一个小S 画了一个小藤条 啊 这个小藤条呢 贯穿到这个小瓶子的身后 啊 贯穿到小瓶子的身后了 哦 打了一个圈 啊 在这个小藤条上呢 老师会加很多的小花 啊 会把花呢 就长在这个 我们花呀 是长在这个根茎上 长在这个茎叶上的啊 比如说大根 就举个比方啊 我在这里 会加一朵小花 哎 我可能加一个五个半的小花 背后被这个瓶子挡住了啊 有可能被这个瓶子挡住了啊 但是没关系啊 我加了一朵大大的小花 背后呢 我可能再加一个小一点的花 哎 我们就在这条线上 我们刚才勾勒的这条线上呢 自己加啊 你想加多少小花都可以 你想加 嗯 什么颜色的也都可以 自己想 但是有一个要求啊 大的 有大 有小 请同学们有大有小 不要都画的就是特别小 然后也不要画的都特别大啊 我们把它稍微的分一分 大小 不同 甚至有的花瓣很长有的花瓣很短 大家慢慢来画不着急啊 就是在你这条藤条上呢 你想画多少小花都行的啊 画完了你可以加一点点叶子 right 长长长的叶子 长长的叶子 长长的叶子 这都是啊 这都是啊 你自己的这个小设计都可以啊 都没问题 那么反正我们简单化啊 简单来画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用特别复杂啊 ok 那我的整个的这个 小草稿呢 就已经打好了啊 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 小草稿老师就打好了 先画一个小 一根线啊 这根线可能长得像S 像S一样 你画一条线 然后把你所有的小花呢 都画在这条线上 都画在这条线上 这样的话呢 你的花就不会到处都是 而是非常紧密的凑在一条线上 来长 老师我们能加一些树叶吗 我也加树叶了呀 当然可以啊 你还可以加点小蝴蝶 我看看啊 同学如果愿意的话 也可以加点小蝴蝶啊 因为这花很香 是不是 我有小蝴蝶特别喜欢 它就会跑过来了啊 你随时可以加任何你想到的东西 老师不要限制大家好不好 不要求大家跟老师一模一样啊 我们都有自己的个性才是最好的 最棒的啊 注意这个花 大概每个地方画两到三朵 就可以了 希望 你好 新的小朋友啊 大家千万不要画的太小 太碎 不要画的特别小 特别碎 比如说你画了一朵小花 你就再画一朵大的 然后再画两朵小的 再画一朵特别大的 一定要有大 有小 画的花呢 有大有小 把它呢 分别 分开 把它这个大小呢 分开 让我们的画面啊 好像 好像乐幅一样 有节奏的感觉啊 嘿 希望 你画了一个什么 那是什么花啊 哦 有点像荷花啊 感觉 嗯 OK 你可以画的像老师一样啊 多一点 你也可以只画一朵 你老师我只想画一朵花 或者我只想画叶子 嗯 也都可以啊 画叶子也可以 没问题 嗯 没问题 嗯 我看看 来 OK 漂亮啊 很漂亮 那你画的这几个 稍微有点小 你可以把某些个改的再大一点 勇敢一点啊 再大一点 好不好 我看这个 我看这个 另外老师看一下你的啊 嗯 OK 很漂亮 很漂亮 没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很漂亮啊 当大家画了很多花之后呢 等一下上颜色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画花啊 稍微的仔细一点 尤其是有的同学 画很小很小的花 那么你在画花的时候 就更要仔细一些 更要仔细一些 嗯 我看到 希望小朋友 已经拿到了这个水彩颜料了啊 已经准备好了 OK 我看看啊 还有大家怎么样 如果已经画好了 同学呢 先请你拿出一个这样的笔啊 稍微大一点的 请大家拿出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笔 嗯 老师 哎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画吗 你是哪位小朋友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看一下啊 Evan 老师一会儿他玩的时候 我能看 你能看我的吗 我当然能看到你的呀 我看一下Evan啊 OK 稍微再靠近一点 好吧 等一下老师先把你找到啊 这个视角下呢 稍等啊 这个视角下 你的这个太小了 我要看清楚一点 嗯 哎 来 我看一下Evan来 哎 放前面啊 OK 还可以啊 还是不错的 只是稍微大小一点 你的花呢 每一个都大小都差不多 我觉得你可以做出差别 比如说在 花底下 花瓶的底部 或者花瓶的顶部 选一个啊 把它放大 哎 让这个花呢 做出差别 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啊 就不要受限制 大胆化 你想画一个 跟花瓶一样大的花 那没关系啊 不要受限制 你想画多大 就画多大 哎呦 Steven可不敢往嘴里舔 那个毛笔啊 哎呀 格格你的这个 画了好多小蝴蝶 是不是 OK 很可爱哈 好的 OK 画好的同学大家 准备好一罐 稍微粗一点的水彩笔啊 稍微粗一点的 不要用特别小的啊 千万不要用那个头啊 特别细 特别细 特别小的那个笔 大家选择 比较大一点的笔 OK 大一点的 粗一点的笔 比如说你 可能有的同学 没有老师这种笔 你选一个平头的 宽一点的 OK 选一个平头的 宽一点的 大一点的笔 你看这个笔 都跟老师的一个手指头 差不多长了啊 哎 EVA可以啊 那个 可以的 挺大的啊 我再看看其他的同学 OK EVA你就可以选择 右手边的那个啊 也不用太大 适中同学们 不要特别粗大的 但是也不能太小了啊 适中 好吗 根据你的这个 这个花瓶的大小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分 五笔就把这个花瓶图完的话 你觉得你用多大的笔合适 嗯 不能用太小 OK Brenly可以 OK Sonia你可以 你这两个都可以 Sonia 但是不要太大啊 不要太大了 尽管不能用那个小的 哈哈 Sonia OK OK Nara & Sarah可以啊 那个笔 好俊也可以 Scarlett那只笔 有一点点小啊 感觉 嗯 Brenny可以 可以 没问题 哥的这个也可以 OK 好 只要大家没有问题 老师就不点名了啊 只要大家没有问题 就不点名了 好了 我看,谁刚才拍的 这个笔可以吗? 那个笔啊,我不知道,你看你的花瓶有多大 如果你花瓶很大,你要用大笔 如果你的花瓶很小,你就用小笔 我还要帮你取,我还是看 这样不要用很小的笔 那现在呢,请同学先给老师操作 因为老师在花水彩的时候呢,需要一口气把它画完 不能等,等这个加水就干了 所以现在呢,请大家给老师三分钟的时间 非常的focus on my screen,好不好? focus on my screen for three minutes to see how can I, how I draw this beautiful thing ok,以及我怎么用这个plastic 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啊,三分钟时间 不要着急 老师,我们问一下,恭喜吗? 我做过这个试验 但是,那个我在英文学校做这个试验 然后就是用那个,画一下你喜欢的一个材料 然后再用那个,弄成很多很多的纹在上面 然后用上料杆 好,那我现在开始演示啊 那我的这个青瓜瓷呢,是一个以蓝色白色为主 所以请大家现在可以看看自己的调色盘上 蓝色在哪里?我们只用蓝色 还会用到一点点紫色 如果你喜欢粉色,你也可以用一点点粉色 这节课和上节课不同 我们需要你的笔上有很多水 把你的笔呢,从笔筒里拿出来之后呢 不要用马虎擦 直接呢,找到一个颜色啊 用很多水啊,非常多的水 可以看到这里面啊,很多很多水 再加水 让这个画瓶上面有很多的水 好,比如说我就开始画了啊 老师 我能用粉色吗?画一个花瓶 咱们先来focus看老师这边啊 老师说,很多水啊 防止它干得很快 尤其是用固体水擦的同学们啊 我们就用一个颜色 先把所有的 下很多水啊 先把所有的这个 咱们这个青蛙漆的瓶子啊 都涂好 不要怕这个 不要怕这个水太多啊 干不了啊 先不要想这个啊 咱们就滋滋兮兮的 这个地方稍微留出一个小高光 同学们 老师在这里留了一个小高光 看到了吗? 好,一定要多水啊 大家先focus on the screen 三分钟 看看老师是怎么画的啊 好,到这里呢 老师 我没有那个蓝色的颜色了 我的颜色的颜色要没了 我可以用一些别的吗? 那你可能画的 可能就不是青花词啊 可能是粉花词 也可以 如果你没有蓝色的颜色 没关系啊 OK,好 我这里上面 一定要很多水啊 同学们 当你有很多水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说 我的花 用一些深一点的蓝色 同学们 就可以用一些深一点的蓝色啊 在花瓶的底部 老师可以开始了吗? 不可以啊 大家一定要先focus 看老师 这个是如何来制作的 老师一直想要 大家要be patient right? 所以请大家patient 先来看老师一个制作 好吗? 看看谁是最有耐心的那个同学 这样子 可以弄一点 好 好 我加了一点 多一点 多一点 加点紫色 嗯 然后呢 又加了一点深深的蓝色 在底下 在底下的部分呢 我加一些深深的蓝色 很多很多水啊 然后我用这个浅浅的蓝色 也加很多很多的水啊 很多很多的水 把上面这些稍微干一点的地方呢 把它晕一下啊 不要让这个画面是干的 一定要让它上面有很多水啊 同学们 一定要让它上面有很多水 好 比如说到了这个程度 我觉得ok了 注意 非常重要啊 现在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ok了 我的颜色涂好了 并且上面呢还有水剂 没有干啊 还有水 当然不要太多水啊 把你的保鲜膜 注意 把你的保鲜膜 全部呢 盖在上面 然后 把你的手往里推 同学们啊 把你的手 往里推 大概几下之后 就停 不要再动了 停在这里 ok 等它干 不要没事就捏 不要一直捏 不要很快接下来啊 不要很快接下来啊 就再把这个保鲜膜啊 贴在它的上面 等它干啊 啊 就放在一边等它干 就可以了 好吗 等那个 等我 好了 现在大家可以在这里啊 用你的蓝色 把你刚才就是 这个 画的这个小罐子啊 把它 全部涂上颜色 涂上蓝色 可以下面加一点点深蓝色 也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加一点点紫色 也可以 然后 就把保鲜膜 趁它湿的时候 When it's white put your plastic on it 然后捏一下它 啊 稍微捏一下 捏一些皱纹 纹理在里面 像我们刚才 格格同学说的啊 捏一些纹理在上面 然后就不要去动它 等它干 啊 好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大家啊 我们第一步 笔上一定要有很多水 去沾蓝色 啊 笔要粗 不要用特别小的笔啊 笔要粗 然后上色要快 笔要粗 水要多 上色要快啊 把你的蓝色 铺满 即使你觉得涂得不匀 都没关系 因为一会儿呢 我们就要用plastic 把它放在上面了啊 所以我就大胆地画 哎呀我看到郝俊 这个蓝色都快铺完了 很棒 还有Andrew 也很好啊 大胆地画 大胆地把蓝色铺好 要很多的water Full off water on your brush 然后呢 用dark blue add some dark blue add some dark blue at the end of this butter 然后呢 会加一点点purple add some purple color 然后你觉得颜色很差不多了 当你觉得颜色差不多了 然后呢 当它还没有干啊 千万不要画着画着 其实已经干了 那就糟糕了啊 让它有很多的水在上面的时候 把我们的plastic 一大张保鲜膜摘上去 爸爸就不小心这样了 没事吧 你把它涂掉 你把它涂掉 涂到你什么 是吗 涂到老师那图 涂到老师啊 涂到老师 你让它干下 老师 大家涂的时候铺保鲜膜啊 不着急 大家又要耐心 确定了 每个地方呢 颜色已经全好了 确定它是湿的 然后再用保鲜膜盖上 一定要有耐心 仔细啊 好 刚才是哪个同学 一文 我看一下啊 一文啊 我这个我已经放上保鲜膜了 可是它有一点点起毛 放到保鲜膜就有点起毛了 哦 你的水 你的指很不吃水的感觉 那你有没有捏一下这个保鲜膜 起毛毛要起毛 捏了 啊 捏一下 就不动它了啊 不要了 比如说我捏了两下以后 哎 不要没事 觉得这不好 我又捏一下 我又捏一下 大家尽量就是捏过一次到两次之后 另一文 把它就放在那里 不要再去一直碰它啊 捏出一个纹理 就不动它 把它放在那里 等它干 等它干 干了 等一等 等一等 因为我们画水彩的时候呢 纸上会有很多水 那我们最要 最要紧的画水彩就是耐心啊 我要等它干一干 尤其我们不能用吹风机了 对吗 因为它上面盖了保鲜膜 保鲜膜下面呢 才是我们画的颜料 所以它是否干不干呢 我们用这个吹风机是吹不透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点耐心 来等一等 等一等 等一等它 老师 你这个保鲜膜怎么跳下来一个 对啊 但是没关系 你看老师 老师这个有white 就还湿的部分 保鲜膜依然贴在上面 对吧 很湿的部分 依然还贴在上面 就没关系 我的上面就是 因为今天特别冷啊 开了一点点暖气 所以呢 它可能会稍微干的快一点啊 不需要让我操心 那你开这个冷气吗 让它 让我的 你可以拿一个 就是拿一个本子 或者纸在旁边删 实在不行 你就可以用那个吹风机 但是我怕吹风机 就不太大风啊 就把这个 保鲜膜就吹走了啊 所以拿一张小纸 删删删删删 好不好 删删删删删 其实够暖和它 其实不会干得很慢啊 OK Scarat good 那就不要 大家不要老去动这个保鲜膜 如果你老是动它的话啊 图案就不好看了 老师 我刚才我的爸爸帮我吹了一下 但是没有画纹出来 那是因为你铺 保鲜膜的时候已经干了啊 一定要在它湿的地方 铺保鲜膜 那如果你觉得上面没有图案 你可以这种颜色再画一次 让它上面是湿的的情况下 所以我先不去贴 好了就不碰它了 OK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我要再看它 等着它 老师 阿尔曼你先别动 老师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稍等 我调到一根是大一点的视角 稍等 我要找了 今天我们的同学稍微多一点 我先找一下 OK 可以 不要再动了啊 对 你捏好以后就放在那里 等它干了以后 接下来它会有一些纹理 那如果这节课呢 是你第一次 是我们的同学 第一次来用保鲜膜和水彩混合的话 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的画纹不够好看 或者像柯柯那样 发现哎呀怎么 接下来没有图案 或者是你还没有保鲜 那个颜料干了以后才贴保鲜膜 等等 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老师第一次画的时候呢 可能比你们还要糟 所以呢 老师只是带大家了解 这样的一个方法 和这样一个制作过程 那以后呢 如果你想画你喜欢的这个花纹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老师教你的方法 来试试看 你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熟练 然后画的就会越来越好了 那说你可以看一下我新画的呢 我上个礼拜的 好漂亮 这完全都是你自己画的是吗 我妈妈帮了我一下 但是我那个有一点 我第一张有一点就是 起毛太多 就一画它就又多了很多毛 就弄新的 所以它帮我打一下底 这个还是很漂亮的 那我们下次就可以完全自己完成了 对吧 很好啊 非常好 空间感 然后氛围感都很好 嗯 Jerry记得上面一定要有水啊 很多水的时候 再贴保鲜膜 那我看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学还没有贴完 我在等大家一分钟时间 我们把保鲜膜 趁它还是湿的时候啊 一定要很多水去画这个瓶子 然后趁它还湿 把保鲜膜贴上 才能贴得住 然后捏一下 把鲜膜贴上去以后 简单捏一下就可以 不要老动它 不要重新的去弄它啊 贴好Steven 贴好以后捏两下 在上面捏两下 捏两下就可以啊 它是不是已经干了呀 Steven 我看到好像已经干了啊 OK 我要整那个 那个 我不知道你 你给放哪 OK 好 那么大家在等待这个干了的时候呢 老师进行下一步 所以大家一边等它干 一边看老师这个揭开了以后是什么样啊 老师也不知道 老师没有提前的做过功课 所以干了以后不确定它是什么样啊 你看 干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漂亮 就像它自己有了花纹一样 都不需要我来设计了 是不是 自然的花纹就是最美的 嗯 好 好 大家等待自己干的时候可以看看老师是怎么把背景画上去的啊 这些小花啊 大家就可以自己选自己的色了啊 这个便知 老师 有 有 太早了 同学们现在不要撕下来 一定要等它干 老师等了很长时间才撕下来啊 其实你那次挺有意思的那个 Evan 也挺有意思的 嗯 它好像作文有点太多的样子 就是因为它没有干透你就把它接下来了 下次 老师我的纸死毛了 哈哈 因为很多水的时候 有的纸张不一样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老师买的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画纸啊 就是What the color画纸 那反正我们用这个纸还没有太起毛过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纸起毛 可以吗 这个 嗯 我没有用过你的那个Evan 所以呢 我只能说 去试试看老师这种啊 啊 我一个跟你一样的版本 但是是红色的颜色 啊 不要说那个 啊 好了 那剩下的时间呢 老师来演示我们的花朵 嗯 老师你怎么知道你的纸干了 我就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哈哈 我就觉得它干了 因为你湿的时候 透过保鲜膜 你会依然看见 感觉有那个很亮晶晶的那个水在里面 你会有感觉到大概五分钟左右 其实就差不多就会干了啊 其实现在干的还是很快的 啊 哎 好 我随便选一个颜色啊 选一个粉色 加一点点水 大家等待干的不要太着急接下来啊 一定要等它干了再接 哎 喜欢花朵的时候呢 就这样说了啊 大家就按照这个 你喜欢的样子呢 大家看啊 只需要一个字用心 一个字用心 还有一个字就是仔细 啊 花朵的时候 按照你刚才画的那个样子 认真仔细的把它画下来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我这个花 我可能在这个 尖尖的地方我再加一点深的 那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变化 比如说这边你看 有的时候我没有保鲜膜 它就会出现啊 呃 这个透出来 那没关系 那这个挺有艺术效果的 I'm sorry 那挺有艺术效果的啊 可以用这个 大家接保鲜膜一定要等它干 嗯 千万不要着急 那等大家在等待的时候 就可以看老师怎么画画的 是不是 也挺好的 那我的花可能不都是粉色 但是我会用粉色呢 先把我觉得 我想用粉色的花画的这些花 先推画出来 等一下一起换颜色 我再画一个粉色的小花 我这里再画一个粉色的小花 我这里再画一个粉色的小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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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用一个 橘黄色啊 橘黄色啊 橘黄色试试 尽量可以用一些淡雅一点的颜色 因为我们的这个瓶子颜色 如果你很深 也可以用一些浅一点的颜色 浅一点的小花的颜色 来搭配它 所以这就是 如果你刚才铅笔画得非常黑 把它在这种色的时候呢 你的颜色也会变得 有一点点黑色 就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糟 所以我们画水彩的时候呢 尽量在用铅笔画笔稿的时候 不要画得太使劲 让铅笔轻轻的有一个痕迹 给自己能看到就行 主要仔仔细细的 把你的小花 比如说我再用一个正常颜色的 轻轻淡淡的 把小花画完 一定要等你这个干了 在接掉以后再画这些东西 不着急添加的 然后把这个叶子 叶子 叶子呢 我们可以用一点点蓝绿色 叶子颜色也不需要特别重啊 可以加一点点水 姐姐你又有什么时候画水彩 你纸起毛了吗 嗯 纸又起毛了 因为老师用现在这个纸 还没有说就是刮得太起毛过 有可能跟你的笔也有关系啊 如果你的下笔比较 这个笔啊比较硬 笔比较硬的时候呢 下笔又比较很 来回涂的次数多了 也比较容易起毛 也是比较容易起毛的 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啊 大家其实就是一种享受啊 你的如果你的调色盘上有很多的绿色呢 你就可以尝试用不同的绿色啊 试试 浅一点的 深一点的 带一点点蓝色味道的 带一点点绿色味道的这样的叶子啊 如果你是固体水彩 那你在画花和这个叶子的时候呢 你就考虑不用加太多水了啊 就不用加太多水了 因为固体水彩有的时候 它比较偏淡一点啊 加太多水的话 它可能就更淡了 老师你看 等一下啊 好来 老师看一下啊 是哪位同学 看一下啊 是哪位同学 老师看一下 我刚刚举起来 我看一下 这是刚才哪位同学 让我看呢 Steven吗 还是哪位同学 是Steven 是Steven 好等一下 老师看一下啊 老师先要找到 你的那个镜头 好看找到了 哎呀 哦 你图得非常仔细 啊 很棒 比老师想象的棒多了啊 你图得非常非常地仔细 黄色的小花 叶子又深 有变化 哎太棒了啊 很好 很棒啊 皮车啊 我把你拿着 我把你拿着 Pink flower 哎呦 Jerene 来老师看一下你的节目 老师 现在可以接它了吗 对 哎 我觉得可以了 你接下来试试 如果你的 你觉得它干了 你把它接下来试试 Jerene 你感觉里头没有水 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 你从小晚上接下来 上面有纹理呀 差不多 下面有花纹 哦 有一点 可以 干了吗 还可以啊 有一点点 这个 Ok 我们要去那个 嗯 嗯 爸爸要去那个 那个就剩了 你一条花纹 你一条花纹 那你就离开 那你只看不见 你只看不见的花纹 你只看不见的花纹 你只留一个 在2014 这首歌 变成了一条花纹 The full title Ok 刚才是哪位同学 刚才是谁在讲话 同时如果有很多人讲话 老师就得先帮大家mute一下 然后确认有一个同学在说话 老师比较能够focus一点 格格是这样的 刚才其实你已经通过 刚才老师让你再铺一层颜色 再提保鲜膜的方式 理解到保鲜膜是怎么样 才能在上面产生纹理 就像你说你的老师 教你的那样 水彩首先它必须要是湿的 你把保鲜膜贴上去才能贴得住 如果干了的话可能就 老师不是那样子 就是我爸爸又吹了一下的时候 只上了一点点花纹 只上了一点 那可能就是原来的颜色 比较重了 对吧 原来的颜色如果比较重了的话 就是你有上了同样的颜色 那这个同样的颜色呢 可能就不太吃色 咱们下次一口气 一气合成 就老师反复想要 对吧 我看到那个 我把这个 你把胳膊抬起来 不然就把你的画弄 多蘸点颜料呢 你跟老师说吧 等一下我们就上最后一步了 等一下我们就上最后一步了 我看一下 Minister 我知道你的名字 哎呦有点意思 你这个很有趣 你这个画完是怎么画出来的 很有趣呀 老师都做不一样 我给揭坏了 揭坏了 从我这边刚很像那个蓝底 白纹的那种青花词 虽然后来当时真巧 中国了啊 是不是更好看了 老师在这边看看就更好看 老师看的好看 真的很好看 很不一样 很好 我们继续把它的花加上吧 好不好 好棒 挺好的 真好 很棒的啊 Elon的那个也很好看啊 老师看的 很好看啊 安德鲁这个 看 老师你太快了 Taris Taris 怎么了Taris 你画到哪了Taris 我看一下你的好不好 我看到Ava呀 很多小朋友 蝴蝶呀 花都画完了呢 你呢 我这个还没有干 还没干 哦 没关系 你慢慢等 一定要等它干了 再接 不能着急的啊 Taris 不要看到其他小朋友 不要扎急 好吗 老师剩下最后一步 但是最后这一步呢 不是必须啊 不是大家必须要做的 好吗 老师等一下画的最后一步 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可以做啊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做 你也可以选择觉得老师这个画的挺好玩的 你也可以尝试 好吗 因为我看到大家现在有的小同学啊 已经画得非常漂亮了 你能不能说答答 好吗 老师 我们那些 我们刚刚画像蝴蝶梗中柜一样的 我们能把它们 涂上颜色吗 当然没问题 没问题 有几个同学换好了 哎呀 哎呀 果果很好看啊 果果很好看啊 嘿嘿 可漂亮亮的 是不是 又画了一天 又画了吗 很好 很好 你都画了什么呀 都不敢给老师看 老师 老师 在一个一个同学找啊 有的时候不能够很快的能够找到你啊 最近老师的这个也是出了点 稍微出了点问题啊 就是步一步直接没了 你继续画啊 老师没看的时候你就继续画 那好了以后呢 老师自然就 哎 能翻啊翻 就翻到你那儿了啊 就看到了 哎呀 这笑话已经开始吃起来了 啊 就开始吃起来了 你俩那个还没干 有空可以接下来看看干没干 老师 老师 艾蜜莉不错啊 艾蜜莉 画得很仔细啊 老师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你是谁呀 告诉我你的名字 这是Steven OK 等一下我翻过去啊 我先看一下Scarlet 然后我翻到这 Scarlet抬高一点啊 One two three OK 好 我先截一下图 等一下我再一起来这个 老师 有的同学特别好啊 OK 小心啊 One two three 很漂亮 哎 又失望了啊 哎 好 你好 我们能画 我们能图上颜色像蝴蝶什么的 可以啊 为什么不呢 完全可以啊 Scarlet把它图上啊 好的 那有同学拿起来给老师看了啊 哎 Android今天的这个也很漂亮啊 非常仔细啊 非常细腻 这个小花画的啊 都很漂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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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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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师现在啊 如果你没有画完 你就可以停在那里 如果你画完了 老师简单的示范一下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呢 老师会在瓶子下面画一个倒影 嗯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倒影 啊 那么这个倒影呢 大家可画 可不画啊 如果你觉得 比较难 或者你觉得 还不如我现在好看 你就可以不画 好吗 那老师帮你的战士师给大家一个参考啊 如果你画完同学呢 就可以看老师啊 倒影我会用紫色啊 蓝色 老师 你不要画成画面 啊 你不要画得成画面 你不要画的画面 你不要画的画面 是副画面 是副画面 不是副画面 是不是副画面 啊 OK 嗯 这里给面子 就是副画面 那里的豪雅 是副画面 那里的豪雅 那里的豪雅 你对那里的豪雅 是副画面 对那里的豪雅 那里的豪雅 不要达尔老师 因为你讲话的话老师要听 听的话老师这个话就干了 一下子干了 能演示的就不好看了 谢谢大家 那我这样讲我就仔细把它画下来 ok 倒有很多的水 很多的水加蓝线 然后到花热的地方的时候 稍微的空把它空出来 然后呢 一定要加点蓝色 淡淡的蓝色 可以加点粉色 整个的这一边呢 它是从那个炫耳 好漂亮哦 今天的课程呢 跟之前的课程 那不一样是 我可能加了很多很多的水啊 把它的这个边边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瓶 包括我们的这个背景啊 background都加了很多的这个水 让它有一种这个水墨 用开的这个感觉啊 所以老师这个可能 对大家来说可能如果画不好的话 会破坏的画面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有信心 你可以尝试啊 老师只是完整的来演示自己的这张图啊 如果你有信心 你可以这样来做啊 如果你觉得我觉得现在已经非常漂亮了 就是可以 不像老师这样啊 你可以不做 没关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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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搅拌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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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青瓜词又是瓷器当中最漂亮的一种 其中之一 我看一看Edison 哦 老师没有解好 再来一次啊 Edison 哦 你的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哦 老师怎么没有想到用紫色 你看看 这个紫色很美 而且Edison非常的大胆啊 加了点倒影 当这个有水流动下来的时候 其实不用擦啊 我觉得这个水流下来 真的就很像这个中国的这个那种国画 那种泼墨画啊 有一条水流下来 水很很美啊 非常美 很好看 这是因为你会写字画 比如说你学了那个书法 你可以在旁边 写一个书法 写一个 比如说 今年七岁书 七岁画 或者是六岁画 你可以把它 别 别 别 听着老师讲 我今天才上岁 我等会儿还有一个课 你可以先看一下我的画吗 是Edison吗 OK 好 我有一个九点到十点的课 1 2 3 开高一点 OK 非常漂亮 把它变成了一个实在的物品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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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Edison 啊 Edison 这节课表现得很好 老师 老师 再见 拜拜Edison 我们下节课见啊 拜拜 朱莉 老师看一下你的 谢谢啊 朱莉 我才六岁 哦 你才六岁 OK 朱莉 你这个红色背景我好喜欢啊 粉粉的 是不是 朱莉 我也才六岁 朱莉 我用的粉和红朵都加水 粉和红朵加水 增加有一个蓝色啊 这个花瓶我好像没有再看出来啊 这个红瓶吗 还是一个花瓶 这个花瓶好棒啊 挺好看啊 这个颜色 大家有颜色感的 呵呵呵呵 哎呦 啊哟 哎呦 哟 哟 你帮大家 trum 捋一下啊 然后 什么rogue 哎呦 哟 啊 愁眼睞哦 愁眼睞 denkt情 旁边的这个是妹妹吗? 还是也画得很棒 来一起拍一下啊 1,2,3 这个妹妹拍一张 很好 哦,这个非常好啊 这个是中间的这边画是 是Rachel吗? 还是 中间这幅画的这个纹理 做得非常好 两个小朋友一起举起来的 这个Rachel的这个中间的纹理 做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plastic用的很到位很好 坚持住 哦,哥呀! 上一个山 上一个座里加 OK 好 Karina 是谁在说话呀? 我也不知道是谁在说话 可能声音声音大一点的 老师会帮大家 因为大家有时候会忘 OK,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 已经都在这边了 如果大家画好了呢 如果你喜欢 我们可以一起把你的画 抬起来 一起合一张影 好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一起抬起来合张影 哎呦,Ella的这个好漂亮啊 Ella You're good today Good job today 非常漂亮 Jenny 长的这个 小朋友 两个姐妹 发的这个也是非常的漂亮 哇,没想到哈 大家今天的这个都是 Good job Wonderful job 我先帮大家把 Jenny和这个 一起来 一般 来绿衣服的这两位小朋友 很漂亮啊 一起 我是 OK 我 好,我帮大家一起合张影 好不好 好 来看看吧 如果你画好了 就把你的花一起举起来 一 二 三 好,举起来 不动 Good job 哇,这下来 我来share一下我的屏幕啊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看不清 一会儿呢 大家的读总结一下 看到吗 看到别的同学画的如何啊 比如说这个Administer这位同学 他撕坏了啊 就是保鲜膜撕的时候可能撕坏了 但是出现了蓝底白色的印记的这样的也很漂亮啊 大家看啊 从格格开始到Edison到Jerame 还有很多同学非常大胆的甚至画了这个倒影啊 就是画出来这种中国画的这个水润水墨的感觉啊 他的这个颜色很美 Sony啊 画了这个背景 Sony很大胆的啊 非常勇敢 都画了 Easy 也是 画了颜色的背景 往外行 Adison这个很好看哦 好俊 Adison画的是跟老师不一样的瓶子 值得表演啊 大胆创新了啊 上面都拿掉了吗 Adison这个颜色很美啊 不是不是 安心的这个是紫色 这个可能plastic没有弄好 这样转 Adison这个很棒啊 Adison Android 安心的很仔细 Rifio 很漂亮 Mail good Sophie 干干净净的啊 不着急啊 当你把你的罐子弄好 再去画他的花纹 大家一切都不要着急 OK Julia 是很棒啊 OK 我拿到旁边 I have to say 今天的 class is over I hope everyone enjoy this class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暂时先到这边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今天的 再见 好 我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到了 大家可以 再见 再见 谢谢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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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画画哦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果果 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3 2 1 拜拜